当女生宿舍有人被欺负 小彤 要不还是把那个视频杀了吧 我不会删的 可是我不想我的这种视频在网上 那些人就是利用女性这种心理 才敢这么为非作歹 可是 而且她是个惯犯 惯了一天就出来了 我同意 不能删 这种人一定要让她受惩罚 那我 夫婚你放心 我去评论区 at大博主关注这件事情 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白吃亏的 家人们 夫婚那声声热嗦了呀 真的我看看 是不是都在罵那洗面台呢 我靠 这些热品都怎么回事啊 我是这女的大学同学 在学校里穿这么保守 没想在外面 就是故意博书一把 穿那么不安裙子啊 这不是活该吗 穿裤子不就行了吗 只能怪自己太开放 搞没搞错啊 这都2022年了 还受害这有罪言论 夫婚你别犯他牺牲 我以为你真穿破 实际上你假精准 算我倒霉碰着你 把我脸都丢筋了 妈 我没有 家里裤子裙子给你系过去啊 你不穿裙子别会对你一下手吗 我没有 还是把视频删了吧 不能删 我看了评论 虽然有些人说的是很难听 但是有很多声援女性的 富贯 你别理那些评论就行了 我跟你又不一样 你是天之骄子 我就是个想象人 我就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而且事情又没有发生在你腻上 你当然不在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为什么穿大衣 还不是因为你 你说我要不要把视频删了呀 可是你这两天视频长了好多分啊 你做博主不就得要流量吗 可是 小偷你太过分了 居然为了这么点流量出来朋友 我没有 你还狡辩 我们刚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你真虚伪 我虚伪 以前还讲莫讲对富贵好 不就是因为你太难搞 他自己没朋友吗 好 我虚伪 那正意识者 你当时不也就是不删的吗 现在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书冠 对不起 你知道我的 我是真心想替你教训那个人 我才不是为了博眼球 哎 像这样 谢谢你给我买的早餐 啊 不是我呀 我早上回来的时候 好像是小童帮你桌上的呀 不需要 谢谢 哎 富贵你等等我 我就周末回个家 这是发出了什么呀 大小姐 也有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一天哦 哈哈 哎 守护姐忘记第三季越来越抓马了 笑过我了 张静 你应该多看看炼装 巴拉能量超铁的 不行 那玩意巴子不合 你这样 我已经把视频删掉了 哎呀 还不是因为热搜已经掉霉了 涨不了粉了吗 你们也是这么想我的吗 我以前送了你们那么多东西 也帮了你们很多 视频已经删掉了 大家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情的 你是不是觉得有钱 随便送个什么礼物别人就要原谅你 被骂的是我 被指指点点的也是我 你到现在连去盗签的话都没有 我是前两天地铁闲竹手的拍摄者 视频里的那个女孩穿短裙 只是为了帮我拍摄 现实生活中 她是个很乖巧 单纯的姑娘 希望大家不要再议论她了 穿裙子不是原罪 该谴责的应该是坏人 为什么总要给女生提很多 保护自己的建议 而不是给男生提更多 约束自己的意见 理解的是人爱着自己的有谁 书官 对不起